知名球星吉姆的五岁女儿凯拉在家无故失踪 报警人是她的母亲洛莉 洛莉说跟以往每个早上一样我在厨房给凯拉做冰杀 凯拉听到搅拌器的声音就会起床来厨房找我 可今早她没来 于是我就去她的房间找她 然后就发现她不见了 警员问洛莉昨晚凯拉睡觉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洛莉说晚饭我给凯拉做了她最喜欢吃的披萨 收拾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之后开着电视就睡着了 重案组检查了一下凯拉的房间 发现应该是有人从外面撬开了窗户 看来绑匪应该提前就调查出了凯拉在哪个房间 警员又询问了吉姆家的保镖克蒂斯 他说昨晚吉姆不在家 我八点半的时候送吉姆去了圣莫尼卡机场 警员问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克蒂斯说我不知道 吉姆不是去哪里都会告诉我 警员又问凯拉失踪的时候你在哪里 克蒂斯说我在泳池小屋 我平时就住在那里 警员让克蒂斯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他说一下 于是克蒂斯说回房间之前 我查看了四周 确保大门上锁 所有的门也都关好了 警员问晚上你什么都没听到吗 比如汽车的声音或者房屋警报之类的 克蒂斯说事实上 是吉姆让我把房子的警报给关闭了 通过调查警员发现 吉姆之所以关闭警报系统是因为在过去的两周内 警报系统让他们家每三天就断一次电 而吉姆之所以没去修 是因为这里并不是他们房子 是球队临时给他租的一处地方 并且房东曾找过技工修理警报 但没人能查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看来极有可能是有人故意出发警报 好让吉姆把他关闭 这时候副局长泰勒过来告诉警员们 他们已经联系上吉姆了 他会在四十分钟内到达警局 警局里 雷德尔问吉姆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吉姆说我去市区了 雷德尔问你去市区干什么了 吉姆说我去健身房锻炼了两个小时 然后整晚都待在峡谷疗养馆 警员问你跟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 吉姆说我们关系很好 接着雷德尔让吉姆签了一份 同意搜查他手机的文件 然后警员就拿着他的手机去调查了 雷德尔接着问吉姆 最近有没有发现有人对你特别感兴趣 吉姆说没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人 泰勒问那些员工呢 女佣园丁之类的 吉姆说这些人都是房东处理的 我唯一的员工就是科蒂斯 雷德尔问吉姆你信任他吗 吉姆说是的 不过我现在对他非常的生气 雷德尔说我听说你成为自由球员以后 身边有很多粉丝都对你很不满 吉姆说那些恐吓都是直接针对我们 他们从来没提到过我的女儿 通过检查吉姆的手机 警员发现吉姆对昨晚的事情撒了谎 他说他整晚都待在峡谷疗养馆 可他手机上的定位显示 他一直待在比佛利山征的一座豪华高层公寓里 也就是说凯拉失踪的时候 吉姆正在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难道又是夫妻表面和谐可悲地里 却有了外遇的狗血情境啊 这时候警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调查了吉姆家附近所有的监控 发现昨晚12点到凌晨4点这段时间 有一辆灰绿色的克莱斯勒300 从吉姆家前面的主路开出 往周历公园的方向开去 而一分半钟以后 又有另外一个监控捕捉到了这辆车的声音 因为这条路没有可以拐弯的地方 所以可以确定这是同一辆车 与此同时警员还在吉姆的社交账号上 捕捉到了一条信息 有人发了张照片并圈出了吉姆 而照片上拍的是凯拉最喜欢的小兔子毯子 警员问吉姆你怎么确定这个就是凯拉的毯子吗 洛莉说这就是凯拉的 她长牙的时候经常咬 所以兔子的耳朵都裂开了 吉姆说这张照片是谁发的 他们想要什么 要钱吗 雷德尔说现在还不确定 没有赎金要求 也没有指令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人是故意发这张照片想让你看见的 吉姆说那我们怎么跟发这张照片的人联系上了 他们要什么我都给 雷德尔说在这之前 我想先知道你昨晚究竟去了哪里 吉姆说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 警员说我们有证据证明你昨天在比佛利山庄的一栋别墅里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寻找你的女儿 而你却对我们说谎吗 吉姆想了想说如果我把真相告诉你们 你们能保证帮我保守秘密吗 雷德尔说可以 于是吉姆说了实话 他说昨晚我去看医生了 警员说大晚上的去看医生吗 吉姆说自上个赛季开始 我的肩膀就开始疼 而我之所以对这件事情保密 是因为这会影响我转成自由球员 但是没想到他越来越疼 于是我去检查发现我的软骨撕裂了需要动手术 昨晚我就是去做这个手术的 说完他就把衣服掀开 露出肩膀上的绷带 在排除了吉姆的嫌疑后 警员对发照片的账号进行了调查 很快他们就定位到了上传图片的IP地址 而在这间公寓外面正停着一辆灰绿色的克莱斯勒三百 于是警员们正式展开了抓捕的行动 警员敲开男人家的门 从门缝里警员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兔子摊子 于是他趁男人不被一拳将他击倒 控制住男人以后 警员们对公寓进行了搜查 最后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明显是刚被清空的冰箱上 虽然他们都祈祷这里面的东西不是他们心里想的那样 可最后凯拉的尸体还是出现在了里面